如果你只是都拿去花掉的话 没有复利再投入 千万不要买这样的配型商品 尤其越约配 非常不适合你 你不如买累积型的 放在里面复利滚存 有一句话一定要记得 爱因斯坦说过 复利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欢迎收看小姐财经摊 我是主持人小姐姐专悬一 我们这期想要特别来要讨论 你会发现了 从今年开始 你去申购很多党新的ETF 不管它是不是高股息 有一些科技型的ETF 或是债券型的ETF 那或是我们接下来呢 即将看到下半年 还会有很多新发型的 各种的股票型的ETF 非常多都是采取月月配 也就是每个月配息给你 月月配几乎已经成为 现在投信发ETF的标配了 但是月配真的好吗 月配听起来好像很诱人 每个月都有发钱给你 但事实上我们要告诉你 你还是要留意三大风险 再决定你要不要去 申购这样的月配ETF 商品本身都没有问题 重点是你要有正确的应用 跟正确的思维 大家要知道 在台湾呢 我们买卖股票做价差 我们叫它资本利得 台湾的资本利得是免税的 也就是说呢 你每一年在这个缴税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在股票赚到的钱 是免税的 资本利得是免税的 但是台湾的配息要缴税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思考点 配息是要缴税的 也就是说呢 股息属于一般所得要克税 你看这个收益分配表 超过C54来源 2万门槛的 它还要再缴什么 二代的补充健保费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配息越高 你配息越多 你就是高缴税嘛 你就是要缴的税是越多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 我们常讲就是给你的 你最后可能还是要还回去 所以你要先理解这件事情 那唯一的解法就是 有一些它可能呢 是追踪海外的债券指数 所以这样的来源 来自海外债券ETF 它是属于海外的所得 它是免税的 这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 第二个思考点就是 我常说每个月给你钱 但领了钱 然后呢 如果你只是都拿去花掉的话 没有复利再投入 千万不要买这样的配息商品 尤其越越配 非常不适合你 你不如买累积型的 放在里面复利滚存 有一句话一定要记得 爱因斯坦说过 复利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复利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 你从资产生出来的钱 生出来的席 再滚到金融资产里面 滚出更多的钱 所以我认为说 你领到股息之后 如果你没有再投入 你就错失这个本金 持续投资的复利效果 我常认为 应该是要让资金 让钱最有效率 发挥最大的效应 所以如果你没有 把领到席 再投入再投资的习惯 而是拿去吃喝玩了 花掉小确幸 那我觉得不适合 买配息商品 第三个思考点 一定要买月月配吗 现在是不是就有很多 既配息的商品了 那不管是月配息 或是既配息 他们的配息来源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就是你买你的股票的公司 发给你的鼓励 所以简单来说 也就是业者 他把这些公司 也就是企业的鼓励 拆分成12个月 变成月月配 但是业者就把这些股利握在手上 因为还要分配 分成12个月给你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业者手握剩余的股息 然后因为很多人想要买月月配 是为了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他又为了稳定配发 他怕他再投资 就会可能产生亏损 所以为了减少再投资风险 业者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握着 比方说他领到期之后 就hold个半年 又要等到11 12月再发给你 所以你就让资金的流动减少了 也就是说你让资金的效率被降低了 但如果今天你不是买配型 买累积型的 或是复利滚存的 他就可以做再投资 就可以有再多的机会可以运用 所以不一定要买月配型 既配型事实上 也可以满足很多现金流的需求了 再来第四个思考点 很多人会说 那小姐姐 我觉得刚刚你讲的 这个平稳机制 不一定业者 一定是不要再去做再投资 因为现在不是有平准金吗 那很多人对平准金最大的迷是什么 平准金到底是 左手配右手吗 其实这迁进到你买进的时间点 我们就以今年最夯的两档 00939跟00940来说说好了 00939跟00940 都已经开始约配期了 那哪些人会配到 平准金哪些人不会呢 迁进买进的时间点 因为所谓平准金 他是一个先来后到 他让后面才申购的投资人 从他的资金拨出部分的款项 维持既定的发放水准 我们白话来说就是 如果你是在一开始 也就是00939 00940 一开始ETF成立的时候 你就去申购 你一开始就是原始原老股东的话 那这个时候因为账上 根本都还没有累积股息嘛 所以你这个时候 零到期就不会有平准金 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投资了ETF 所以你的资金就不会去 被拿作收益平准金 但如果是IPO上市之后 才加入慢慢后到买的人 或是他在学用部配息之后 才跳进去 然后到整个方法配息之间 这买的人 他的资金就会被拨一部分 去做收益平准金 这就是所谓的公平 先来后到的机制 所以要搞清楚 买进的时间点很重要 不代表平准金机制 一定是左手配右手 但收到的左手配右手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不就是从我口袋钱 然后拿出来发放这个席 然后给投资人嘛 那关键在于 有没有办法真的左手配右手 然后还达成一个水平呢 就是我们要看填息 所以你要看韩息报酬率 以及有没有办法在 30天之内填息很重要 月月配ETF给大家一个指标 你要观察有没有办法在 一个月之内完成填息 也就是说此次配息 到下次配息之前 它要回到本来的水准 如果每次都是越来越少 那你的本金就一直在减少 那就是没有达成这个配息的意义了 所以这四个思考点 要给大家来思考一下 那理解了这四大的思考点之后呢 很多粉丝就会说了 好那小姐姐反正呢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就是适质型跟配息型 我自己喜欢配息型 因为我是属于风险属性 比较低的人 我不喜欢波动太大 然后我又觉得 有很多现金流的感觉 我很喜欢 所以就有粉丝呢 他就来跟小姐姐提问 就是说呢 小姐姐我买了 这个这个这个 它满篮子 它的账上全部都是高股息ETF 要提醒大家 台湾的高股息ETF当中呢 它背后成分股充电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简单来说 大家筛选高股息的股票当中 逻辑性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些RE的水准 然后呢也希望它表现不要太差 基本面体质不要太差 所以删选出来的 就是事实上就是这些公司 所以当你拥有重复的 AETF BETF跟CETF 但事实上呢 你买的都是同样公司的股票 所以你有做到分散风险吗 你并没有做到分散风险 因为成分股都是重叠的 所以你就说 可是大家不是说 把这个鸡蛋 不要放在同个篮子吗 你只是买了三家投信发行的ETF 但是你们还是在同一台车上啊 因为你的成分股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翻车的时候 你所有的篮子是会一起倒的 这个鸡蛋也是会破掉的 那安稳的现金流 你喜欢很多现金流 这点没有错 但是你也不能只有配息的ETF 你也不能只有月月配 你也不能只有高股息的ETF 你要有市值型的 那也许以后市值型的也会有月月配 就是你不能只有高股息ETF 那你就喜欢配息 那你可以去选市值型的月月配 甚至债券的月月配 债券月配配上高股息的月配 这样才叫风险分散 尤其最近在大幅回档的时候 如果你之前就有买债券的人 或是你现在去看 债券都是上涨的 股票都是下跌 这才叫做股债资产配置 债券可以做到下档保护的作用 那甚至你也可以再买一些海外科技型 没有配息的 但这样的海外科技型 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做到帮助你资产快速的增加 然后快速的累积 因为科技的发展呢 将是会带动整个资产成长 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你要做到多元配置 这样才叫做风险分散 你满手高息ETF 并没有做到分散风险 所以我们要说 不管是ETF或是基金 其实都是好工具 可是小姐姐一定要提醒就是 千万不要有配息迷思 可是现在我敢说 没有业者敢推不配息的商品 那尽管我们都知道 他不配息 他只是把他的获利放进去 就去复利滚存而已 但是他就认为投资人喜欢现金油 所以他必不得已他只好去弄一个配息 可是配息不见得真的好 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配息商品 是可以选择了 尤其我觉得 如果你现在想要选择 现在很多AI概念为主 或科技概念为主的 那事实上 AI跟科技股 这种电子股的成长性 关键在于 他必须要持续的资本支出 持续的扩张 我不认为他把大部分的股利 发给投资人会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一个发展型的产业 所以我们过去常说呢 能给出息的通常是选产产嘛 通常是选金融股嘛 因为他发展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那如果这些还在发展中的 电子或科技类股呢 你要去赌的是他未来的潜力 你喜欢买的是他未来的发展性 所以如果是这类型的股票 或是这类型的基金 这类型的ETF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配息给你 那再来是如果还要配息给你 你如果没有再回去买 同样的商品 同样的成分股 同样可以让你资产成长的东西 那这个席段来说也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你只是降低自己资产累积的速度 而且把这个是洗花掉 所以真的也不要因为就是 好像你买了很多这个配型商品 然后尤其在修正回档 人家账面都是亏损 但是因为你买配型商品 所以你还有现金流的进账 你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当然在这种就是下跌 还有股灾的时候 现金流的重要性是凸显出来的 但是也不要就是买了一篮同样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说买进去之后就高枕无忧 一定要妥善的运用 否则你还是会伤很累累 那同时也别忘了我们刚刚教的 不要只买一种高股息的ETF 去产生你的现金流 如果你喜欢现金流 那同样也有刚提到 包含像是海外债券型的 那或是现在有一些科技型的 它可能也是可以做到配息 但我的部分我还是建议 科技型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让它持续去滚存的 不是追求它的配息 而是追求它的成长性 所以在买一个商品之前 一定要去想清楚 然后做到多元分散资产配置 所以也不要看到月月配就觉得好诱人 然后就一窝蜂的跳进去买 因为可能最后受伤的会是你自己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小姐姐财经鸡汤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基金小姐姐詹玄一 想要锁定最新的财经资讯 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品观点 小姐姐的财经鸡汤